再來是第八個技能 無恥 這項技能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當你沒有注意後方來車 然後對方按你喇叭時 你一定要記得嗆他一句 你是在巴沙小 哈囉大家好 我是Giro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曾經去過一些先進的國家 例如像是日本或是美國等地方 如果有的話呢 你一定會覺得台灣在交通這方面 絕對可以算是一個落後國家 因為台灣這麼小的一個地方 人口也不過才2300多萬人而已 但是我們每年卻可以製造出 將近50萬件車禍耶 而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增加當中 但我想各位應該都誤會了 因為我認為台灣的交通其實並不是落後 而是因為我們的技能不夠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些 在台灣馬路上必備的生存相關技能 首先是第一個技能 失憶症 我們在學校裡所學到的觀念 好比說大車要里讓小車啊 小車要里讓行人啊 這些觀念你在台灣都要通通忘記 因為如果你記得太清楚的話 你認為過馬路就是行人最大的話 那麼你將有很高的機率會被車撞 第二個技能 超強的注意力 因為台灣的馬路都比較小嘛 而且停在路邊的車輛經常會發生 忽然把車門打開 或是從小巷子裡面就直接衝出來的情況 不然就是遇到移動式神主牌 直接給你來個鬼切 所以在台灣不管你是騎車還是開車 注意力一定要非常的集中 才不會發生車禍 第三個技能 手機成癮症 這個技能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沒有手機成癮症的話 那麼你就沒有辦法在每次等紅燈時在那邊滑手機 更沒有辦法一邊開車一邊傳LINE或是玩手遊 第四個技能 假裝還沒綠燈 在台灣不管你紅燈等了多久 你都要記住 當綠燈一亮起時 你千萬不能馬上起步 不然你很有可能會被闖紅燈的人撞到 而且重點是 如果你真的很不幸撞到那個闖紅燈的人 那麼你可能還要背上一條 叫做 應注意而未注意的責任 第五個技能 極強的耐心 這項技能在台灣可以說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的紅燈真的太多 有些路口可能才100多公尺 就會出現4到5個紅燈 像是台南仁德區的逸林路上更是誇張 因為光是短短1公里的路程 就有31個紅燈 而且重點是還沒有同步 那另外像是摩托車 如果要在比較大型的路口進行回轉時 因為要連續兩次兩段式左轉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衰一點的話 一個路口要等2分鐘 那麼一個回轉大概就要噴掉你6分多鐘 我只能說用爬的過馬路可能還會比較快一點 第六個技能 改車的能力 在台灣如果你不改車的話呢 我只能說真的很浪費 因為警察幾乎都不會抓 我這輩子已經算不出來我看過多少次 有那種把消音器拔掉的屁孩 整台車改得花花綠綠的 就直接從警察旁邊呼嘯而過 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有任何一個警察追上去的 到目前為止真的一次都沒有看過 第七個技能 懶惰 在台灣開車如果遇到要下車買東西的時候 你千萬不能夠太勤勞 因為如果你太勤勞的話 那麼你可能要把車停得很遠 而且停完車之後呢 還得走5分鐘才能到那家店 然後重點是你還要付停車費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把車直接停在正門口 地上有畫紅線也無所謂 造成後面大塞車也沒關係 被人按喇叭按到死了 就當作沒聽到就好了 反正現在大回庭時代已經來臨了 怎麼停也不會被人家舉報 再來是第八個技能 無恥 這項技能也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當你沒有注意後方來車 然後對方按你喇叭時 你一定要記得嗆他一句 你是在巴殺小 除此之外你還要記得把球棒拿在手上 並展現出你無恥的心態 這樣對方以後就不敢再按你喇叭了 再來是第九個技能 極強的忍耐力 在台灣如果有人圍停擋住你的出路 或是站了你的車位 就算你在趕時間也要擁有極強的忍耐力 因為你要先去看一下他的擋風玻璃有沒有留電話 如果有留的話也有可能會遇到電話不接的 就算接起來了電話費也是你要付 而且對方還不一定會馬上來 有時候等個十幾分鐘也是很正常的 那如果遇到那種沒有留電話的 你還要打電話給警察 請警察幫你去查車主的資料 重點是警察還不一定查得到 而且就算查到了也不見得有用 因為對方也有可能會不接電話 總而言之不管你再怎麼生氣 也要忍住不能去砸他的車 不然對方還會叫你賠錢 再來是第十個技能 擁有超強的理解能力 台灣可以說是擁有全世界最複雜的路口設計 就拿紅綠燈這個東西來說好了 有些路口是綠燈可以直行和左右轉 有些路口則是綠燈但是只能直行和右轉 還有這種綠燈又帶一個左轉的 我還真的看不懂他想要表達的到底是什麼 至於紅燈的部分有些路口是紅燈全部都要停 有些路口則是紅燈只可以左轉 有些路口是紅燈只可以右轉 有些路口是紅燈但是可以左右轉 還有一些路口是紅燈不能左右轉但是可以直行 還有一些路口是綠燈右轉後看到紅燈卻可以繼續往前開的 再來是回轉的部分 有些路口是一整天都不能回轉但是可以左轉 有些路口是一整天都不能回轉也不能左轉 有些路口有規定幾點到幾點不能回轉 有些路口有規定幾點到幾點不能左轉或回轉 有些路口則是立假日不能左右轉或是回轉 再來是單行道的部分 有些單行道小到只有一台摩托車能通過 有些單行道則是大到有九條線 還有一些路段在上下班的尖峰時段是可以逆向行駛的 至於摩托車兩段是左轉方面 有些路口你要先靠左才能左轉 有些路口你要先靠右才能左轉 有些路口你要停在中間才能左轉 有些路口更扯 明明就沒有任何的帶轉標誌 可是你卻不能直接左轉 而且有些帶轉區的位置 我覺得根本是被設計成帶狀區吧 那以上這些對當地人來說可能真的沒什麼 但是對那種從外地來旅遊的 我只能說真的會被逼瘋掉 再來是第11個技能 一心多用 以前我們在路上行駛的時候 只需要注意路況就好 不過自從區間測速出來之後 變成有好多路段 你都必須要一邊注意路況 一邊低下頭去看儀表板 以確保你的時速有沒有超過50公里 再來是第12個技能 隨時切換的能力 這項技能對於重機騎士來說 可以說相當的重要 因為平常沒有塞車時 他們就是汽車模式 可以自由的在進行機車的車道上奔馳 但如果遇到塞車時 重機就會自動切換成機車模式 並開始在車陣當中鑽來鑽去 那如果前方剛好遇到快速道路 或是要兩段次左轉時 那麼重機又會自動切換成為汽車模式 然後到了目的地要停車之後 發現汽車殼一個小時竟然要80塊錢 這時候他們又會自動切換成為機車模式 停在不用收費的停車格裡面 再來是第13個技能 超強的運氣 在台灣不管你是被酒駕的 還是被其他的違規撞到 你多少都要負上一些連帶責任 換句話來說 就算你認為你完全沒有錯 我好好的開在路上 是別人自己來撞我的 但是在法律上來看 你也要負擔一部分的責任 因為你沒有注意到別人會來撞你 而且就算你今天運氣很好 責任全部都在對方身上 你也不一定能獲得合理的賠償 因為對方的名下只要沒有任何財產 沒有工作的證明 那麼你很有可能會一毛錢也拿不到 就算對方很有錢 他也會跟你耗時間 讓這場官司拖個好幾年 搞到最後你只能和解 那以上這些就是在台灣馬路上 生存的13個必備的技能 那除了這些技能之外 我會建議各位另外還要再購買5樣物品 第一樣物品 好一點的避震器 因為台灣的入屏專案從來沒有平過 第二樣物品 相機 因為就算你乖乖的把摩托車停在停車格裡面 還是會有一定的機率 被某些自私的傢伙給移開 結果害你的車被脫掉 我自己就被人搞過兩次 好險第二次有拍照存證 才沒有被罰錢 但是既然車費還是我自己要付 第三樣物品 行車紀錄器 因為在台灣常常會發生那種 明明是三保違規在先 但他還是會很理直氣壯的問你 會不會開車的狀況 要不是有行車紀錄器的話 搞不好警察來了都會相信他的說辭 第四樣物品 墨鏡 因為台灣經常有人會在晚上把遠光燈打開 搞到我們的眼睛很不舒服 然後重點是這一類型的違規 又相當的難矩陣或是告發 所以建議各位還是把墨鏡準備一下吧 再來是第五樣物品 就是尺 雖然大部分的台灣人都知道 路邊的紅線是全天候禁止停車 而黃線則是早上7點到晚上8點禁止停車 至於白線則是都可以停車 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只有寬度為15公分以上的白線才可以停車 如果是10公分的白線則是不能停的 所以強烈建議各位 開車出門要記得帶一把尺 免得違規的都不知道 那如果各位還有想到什麼其他必備的技能或是物品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家分享喔 那影片的最後也祝福各位用路人都能快快樂樂的出門 平平安安回家 在這個影片就說到這邊 我是舉羅傑收看 想了解更多沒有的情報嗎 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頻道喔 舉我碎碎唸 我們下次